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考虑 说我没有别人那么强的能力 也想要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应该怎么去做呢 其实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 假如你想要得到这样的机会 那么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小妙招 即使你的知识和能力不是很高 也能够得到升职加薪的好机会 首先就是要跟重要领导身边的红人出好关系 在职场当中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上面说到的那样好机会时 不仅仅是要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 同时千万不要去得罪领导身边的那些红人 否则这些人在领导耳边的一两句话 竟有可能将你置于失败的境地 所以说与这些人处好关系 也是你接近领导 让领导对你加以重视的好方法 即使是与领导接触不多 只要是与领导身边的这些红人搞好关系 那么想要知道一些内部的事情 或者是领导的一些私事爱好 就是非常容易的事了 第二点就是利用第三方的大力推荐 使自己出现在领导的视线当中 除了以上的方式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运用第三者从口中将自己推荐出来 这样从别人口中对自己的肯定 那么在领导的心中也会对自己有所重视 假如说你以此方法晋升到了重要的岗位 然而此时的自己工作能力也并没有多么的高 这就需要你在极短的时间内 做出与自己职位相应的业绩 以此来稳定他人的心 并且使他人对自己的能力加以幸福 这样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开展当中也会更加的顺利 如果说自己只是享受在更高位置上的满足感 没有去做一些实事的话 下面的下属根本不会对你言听计从 而且也就是从另一角度上来讲架空了自己 所以说想要通过捷径获得更好的机会 就要付出比他人更多更大的努力才可以 第三方面就是要在平时的工作当中 极力的帮助自己的上级领导获得晋升 这个道理也是非常明显的 只有自己的上级领导得到了升迁 他们的位置高了 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得到一定的提携 这样的前提是 你的领导本身就富有可能被升职的能力 并且在此期间 你努力的辅佐帮助他 让他在短时间内能够进入到自己应该做的职位 那么他之前腾出来的职位很有可能就会留给你 这也不视为一种好的方法 那么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几个小方法 拥有比他人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灵活变通的思维也是显得极其不可缺少的 这样才能让我们在众多的员工当中显得更加的耀眼 所以大家可以不必顾守原来的死板原则 要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变通 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生活都变得更加顺畅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 今天的聊聊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宝贵意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九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